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子 你把电话给他 阿姨来教训他 帮你出去 他现在接不了电话 为什么呀 刚刚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不过阿姨你放心 我一定会打跑婚礼金 把朋友哥哥抢回来的 阿姨再见 早听说山本先生在日本游戏界享有盛名 这次呢能够专场来我们阿富比公司 以及我们北漂防防防考察对我们来说 是一份非常大的荣幸 阿姨 谢谢 非常感谢余总的称赞 实际上这次呢 不过坦诚地说我们这次并不是来 专场考察过程 先天在网站上 只是之前偶然感觉 有趣的网站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所以就过来拜访一下 嗯 不管是顺道来的 还是专程靠来考察 只要我们大家呢 在彼此了解的过程当中 达成那么一点点的共识 我相信这一次见面 对我们来说 至少能够收获一份友谊 至少能够收获一份友谊 非常认同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 对 您尝尝烤鸭 手卷的特别好吃 她想请问一下 不知道余总 日本的游戏协会怎么看的呢 对于日本游戏产业是怎么看的呢 哦 游戏啊 这个游戏这个这个 确实挺有门的 确实挺有门的 确实不错 啊 这这这得从我这个 我小时候的游戏史 开始讲起来了 嗯 我先去个洗手间 等我回来做客呢 好好跟你好好聊聊 啊 不好意思 失陪一下 小月 你先陪一下 不好意思啊 失陪失陪失陪 回来 哥哥 你们谈完了 打什么晚上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我借口出来上个洗手间 一会儿还得回去 那个 泰拳 你听我跟你说啊 哥呢今天有工作在身 不能陪你吃饭了 不过你放心 这顿欠你的饭 我一定给你补回来 这哪儿是一个饭的事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和鲁鱼姐姐好上了 我就知道你们住在一块儿 肯定会出问题的 她就是个狐狸精 你小的事 看起来很好吃 看起来很好吃 嗯 对 卷着吃的这些饭 这些饭 阿晓 你保证我们俩 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 啊 那你们刚刚在里面干什么 谈事情呢 干什么 不是谈恋爱 不是 你们俩 真的没有办公室恋情 没有 她真的不是勾引霸道总裁的狐狸精 你要有完没完 小屁孩儿脑子里想什么呢你 我不小了 我都二十岁了 我是在捍卫我未来的婚姻安全 我求求你了 咱们俩离结婚还十万八千里呢 赶紧吃你的饭吧 怎么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书上说了 两个人呢 是从相识到相知 相知到相爱 相爱到走进结婚的殿堂 我们俩从小就相识相知 我又一直喜欢你 只要你同意 我们马上 打住 那九零后的话 什么都能说得出来啊你啊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你女朋友哥哥 你就不怕变成那么个大灰蛋 你也太小看我了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先是和原来的工作单位闹翻了 后来呢 和同学一起 和开了一家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 穷得天天只能吃方便面 好不容易开始赚钱 一年前成功转型 对了 转型之前还去中介公司 当过我底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叔叔阿姨告诉我的 服 服了 专专科码二十年 同学哥哥 你就好好陪人家相依次亲嘛 我好不容易回来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求求你了 吃吃吃吃吃 我我我怕了你了 怕了你了 你等我谈完事情 我出来陪你吃饭啊 我 先吃一会儿 你没事吧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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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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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个游戏谁都玩 小时候避免不了的 笑语 你来人了 你来人了 肯定玩过游戏嘛 玩我 我啊 我小的时候 我玩过 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 我相信很多话 就 那个 哒哒滴哒滴哒 啊 啊 滴哒哒滴哒滴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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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屁股 干杯 沈编先生那我试陪一下 我去看一下余总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总往外跑啊 尿怎么那么多呀 水喝多了 尿贫 你怎么出来了 我跟你说 我觉得山本先生 这次合作意向不是很明显 如果再这样没有突破地谈下去 那恐怕这次见面 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还有什么办法呀 咱们俩对刘夕不是很了解 是不是 再回去谈谈看吧 走 你干嘛去啊 我也上厕所呀 那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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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特地为山本先生点了很多的中国的名菜 杭州的醉蟹 西湖醋鱼 以及北京烤鸭 口感特别的好 您可以品尝一下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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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阿富比医生的公司 我们一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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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贵公司还有能说日语的人 是 我们可以带一个很大版的薯米 帘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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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啊 快点完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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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开门啊 周老 周老 对 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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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 好 谢谢你 开门啊 还不回来 喂 开门啊 有没有人啊 对 今夜的酒是美味的 没想到贵公司还有这样的人才 我爱得 那么那么美味 商店先生就好久没有这么开箱了 好吃吧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谢谢啊 谢谢 请请 有没有人啊 请请请 今晚的朋友们 请请 山本先生说 贵公司员工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出乎他的想象 陈小姐刚刚为这款游戏 所写的中文广告语 她也非常欣赏 谢谢 考虑到贵网站用户群体 与我私目标的对象的契合度 山本先生决定 在贵网站投一百万人民币的宣传费 并且期待后面有更多的合作 山本先生 谢谢您对网站的信任与认可 请请不吝点赞 没有 我 我 有很高兴认可 你不用感谢他 他非常羡慕你有这么优秀的员工 是 很高兴 我一直在工作 黛田先生请你帮我传访 请你帮我安心更赛 我会帮你帮我先生的信息 谢谢 那我会帮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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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帮我帮你 搞手 这是搞手 这是搞手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走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干吗去了刚才 我刚才去洗手间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被人锁里头了 被人锁里了 他怎么来了 是不是你干的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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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小语 小语 你听我跟你说小语 不都再说啊 别激动 你这我都不激烦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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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我现在不想听你任何解释 如果你要说那就跟我回去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每个人 告诉大家你到底是来相亲的还是来谈客户的 小语 麻烦你把手放开 我要带他回去 你要带他去哪儿 我们俩回家呀小语 后院哥哥你们俩个是不是我同居的 我小姑奶奶我求求你别闹了 我们俩没同居 我们俩就是合作 跟以前一样 住在一起 再说还有别人在呢 不像你想象中那样 我跟你说这干嘛 我 小语 后院哥 但是你听我说啊 赶紧回家 别再闹了啊 给我打电话 回头我再约你啊 快 你等等我 少语 我本以为我杨新伟就够不着调 够不靠谱点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你俞彭月这浓眉大眼的 也干着不靠谱的事 还把人关厕所里 欸 哎呀 又不有又又又又呢 唉大宇 你不会真的一边相亲 一边谈生意吧 大宇 你把我们日语当什么了你 我 我没想这样 我妈非逼我去的 我本来想着打负一下 也花不了几分钟 不耽误正事 谁知道 弄成这样呢 咱这生意一看就是谭崩了 谭成了 谭成了 小语 你不是说太真一直打乱吧 把你关厕所里了吗 是啊 是 那太真是把他锁厕所里了 可谁知道太真跟那个山本 竟然用日语聊起来了 那俩人聊得还挺开心 没想到人居然还是校友 结束的时候就 就山本同意给咱们网站投一百万了呗 一百万 那不是等于陈泰生帮我们大忙了 喂 小妹妹 闪开 大晚上去哪儿啊 闪开 陪哥哥喝一杯子 再不闪开 后果自负 还挺厉害啊 我好啪啪哟 我要看看 是怎么对我不客气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不是你这车上也没有给我机会 不是你说的 小羽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你怎么能不分千红皂白冤枉一个好人哪 人这太真可是咱大功臣 就是 好好好 你们都没有错算我错都行了吧 下次呢 接着让他一边谈生意一边谈恋爱 接着让他的青梅竹马把我锁在厕所里 好吧 别闹嘴 小羽小羽 别受气 多大事啊 一百万你给高兴才对 滚 好嘞 大元 这三更半夜的陈泰珍一个小姑娘在外面 是不是不太安全啊 不能有事吧 现在治安这么好 我打个电话问问 没人接啊 热鱼 热鱼 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为这种事生气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谁吃醋了 你这个样子你就是吃醋了我跟你说 你真为人家小姑娘跟余蓬月吃醋啊 明天每天装的清心把育你这个样子 你说谁啊 你说谁啊 你先却为装自己清心把育的样子 瞎生气 行 生气 扎死我了你 什么东西扎 没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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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善儿 我说你最近神神秘秘的在干嘛呢 原来的制围巾 这都什么年代的 可真够土的 现在还有人织围巾呢 不对 也就是只有周妍那个花钢眼脑袋 才能配得上这么土的围巾 想起她的我就生气 上次你都暗示得那么明显了 她也没带七夕街送你一束玫瑰花 真不知道你喜欢她什么 不能 好 喂 朋友哥哥 哎哟 姑奶奶 你可算接电话了 唉 泰山 不好意思啊 把你一个人扔完门了 那个 没事吧 没事 放心吧 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的 没事就好啊 到了酒店给我打个电话 好啊 朋友哥哥 我明天去你公司找你吧 行 不是 不是 唉 那个 那个什么 我 我呀 明天不在公司 我得出差几天 那 你要出几天差啊 这个是真说不准 短则七八天 多则十天半个月吧 那我什么时候去找你啊 那 那个泰山啊 明天我要赶飞机 我得先睡了啊 等我回来之后给你打电话 好吗 拜拜 喂 喂 朋友哥哥 要么以后这工作的事你来 你以后这事我来 滚 滚 好嘞 真是的 喂 酒醒了没有 醒了醒了醒了 我错了再也不管了 我 我 我不许你这么说周妍 那喜欢就是喜欢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呀 再说了 土就土呗 再土也是我一针一线 亲手给他织的 只有周妍配得上 受麻死了 我真是受不了你 那老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叫一物降一物 喂 你那边也该发动了吧 那钱可不是白给你的 我不用你叫 你还有事没事 没事我挂了 随便你怎么说 我只看结果 动作快点 我只看结果 动作快点 喂 周妍吗 我有件事 得告诉你 我 怀孕了 怎么了 不好了 玉总 出事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晃晃哥弄你 你可以看看就知道了 这些人 什么时候过来的 这些人 什么时候过来的 听保安说 来了一会儿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开始以为是个别人 喊几句就散了 没想到越计越多 要不我找几个人下去 把他们给轰走 把他们给轰走 要不我找几个人下去 保安都管不了你 你找几个人就好使吗 玉总 怎么了 这网络上突然出现了 很多咱们公司的谣言 铺天盖地 说什么的都有 已经上了热搜了 玉总 玉总 又怎么了 咱们得往这儿 让黑客攻信了 现在车底瘫痪了 周总呢 周总昨天晚上就联系不上 今天也没来上班 谁也找不到 他人去哪儿了 怎么 周妍 摸 来摸一下 你说我们将来的孩子 叫什么名字好呢 叫 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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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不太想要这个孩子啊 菲菲 要不然 好了 你不要说了 对不起啊 是我给你添麻烦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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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用多想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也不会让你负责 我就是想平平安的生下的 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 有个依靠 有个依靠 有个牵挂 你不用管我了 走吧 来 郁总 网站怎么样 什么时候都会不会上线 所有技术人员都在努力 可一时半会真不行 这回黑咱们网站的都是高手 这周总不在我们可真搞不定啊 怎么回事 鱼顿怎么样 你很吃紧 你看 对方请了水军 攻势凶猛 手段极其狡猾 对关键词也做了特别的防范 这广告手工删帖 这根本来不及啊 抓紧联系那些 发布遭遥言论的网站和论坛管理员 让他们想有办法 是 可是有些网站已经明显被收买了 咱们发的辟谣帖 要么就被删帖 又不就被造谣帖给淹没了 想必对方一定非常熟悉 这种网络大战的攻防套路 早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 赶紧开会 无论如何 不能让场地失控 是 张姐 张姐 不好了 不好了 这网站怎么说上不去就上不去了 北海洋房科网那帮人 都得素着骗了 当多可是你把他们 从水泥馆里救出来的 是不是捡到钱跑了 胡说八道 不像这种人的 赵云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看这个不许是 网上都能让你们在库面休息 可网上都得他们偏田 听说了嘛 北漂房科网要破产了 估计是没收入的呗 你想啊 不收中介费 光靠那人广告费 哪儿养得过这么多人 雨菲总 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你这都想半天了 不能再耗下去了 但她的线下活动 不是一直都发展很好吗 不像不挣钱的样子 估计也都是幌子 还好消息称 他们靠这个虚假繁荣 高西栏处 骗了不少老人员的钱 现在这形势 对咱们可是越来越不利 虽然咱们已经报了钱 可是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消除影响 这一个八道拍不响 怎么会是空军来风吧 雨也突然开了 消息都出来了 那还有假 不管怎么样 铁钉就出问题了 更何况是三人诚诚 一旦让他们 再这么造谣下去 咱们好不容易 积来起来的荣誉 可就毁于一旦了 我没想到 你没想到 你没想到 丧不丧这个网了 安全第一 先不上 我已经联系好了 一级视频 只要您点个头 我立刻让他们上 肯定会把这波遥远 给他压下去 我说老师 山铁也好 勤水军也罢 哪样不需要花钱 你知道对方是 怎么准备的吗 万一人家给咱们 卯上救了 咱们那点钱 根本撑不了多久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考虑成本啊 但凡是钱能解决的事 那都不叫个事 现在就算 把咱们的成本都压上去 那也值 雨总没笑什么呀 老师说得对 现在不是考虑成本的时候 您的意思也是 花钱感觉这事 花什么钱 不要从马思路局限地 怎么保护咱们这些家底上 既然对方想咱们 按照套路来 咱们就骗不上套 雨总 情况越是紧急 咱们越得沉得住气 咱们为什么善警 为什么要死撑着 他们那么喜欢造药 让他们造好了 老姓老黄 号召所有的人 除了技术部门以外 所有的工作 全部放下 都给我上网去 不管是卑博微信朋友圈 还是各大网站 各大娱乐头条 全都给我用上 用对手的方法 来编咱们自己的故事 编得越多越好 还有 谁编得好 公司重处无枪 雨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与其他们编排咱们 不如咱们自己编排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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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明白什么呀 这有些情况下 公众无法知道权威的信息 也就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 或许会相信谣言 可这谣言如果多了 而且更加离谱 人们反而就不信了 哎 就好比你说啊 你说这动物园 跑出一只老虎 妖儿会信吗 可你如果说这动物园 它跑出一奥腾啊 谁会信 傻子才会信呢 余总的意思啊 就是让咱们 把水搅混 一旦谣言离谱到 在天真正的 就觉得不可信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这就是个笑话 反而想知道 这个笑话从哪儿来啊 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甚至于 对这种欺骗 产生逆反性 对谣言的受害者 产生痛情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他们肯花血本 那咱们不借一句事 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借助这次机会 打造属于全民的 网络狂欢 顺便好好宣传一下 咱们的备票方法 好 好 记住 一定要注意尺度 别最后把咱们自己 人给抓进去了 那真是个笑话 你们就瞧好 放心 慢点 余总 那周总那边怎么办呀 还有楼下那些人 咱们要不要报警 继续给周总打电话 必须找到他 至于楼下那些人 小雨说交给他给李登飞了 李总和王总不是签合同去了吗 我给他们打电话了 他们这个时候 已经在公司处理这件事了 太好了 王总出马肯定没问题的 那余总 我也编故事去了 期待你的表情 是的 你能去哪儿了 刚被我们领导请到会议室去了 那上厕所也不等我 快 流伤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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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你怎么办 来不及了 领导和做事 领导啊 人都到齐了吧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李登飞 我们FB公司 与旗下的北漂房客网 一直非常重视 与用户的沟通与交流 各位都是推举出来的代表 有什么诉求 我们可以慢慢谈吧 废话了 没什么可沟通啊 要求就一个 马上回来 关闭敏热破网站 对 对 关掉你 你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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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苏内给李游吧 李游 你砸了我的饭碗啊 我和我老婆一家老小 我们都指望收房租过日子 现在可倒好 是不是你 鼓动很多人到网上去评论 害得我的现在收租 直接锐钱两成 这位应该就是张先生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把阳台 算在了租用面积之内 才导致客户产生莫满的情绪 那我不管 反正就是你们害的 大家说 我们不找他找谁啊 对 对 对 就是你害的 裴琴 大家说是不是 裴琴给个说 裴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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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来个安静一下 大家听我说两句 你是干吗的呀 这位大姐你好 我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李腾飞 总裁 总裁 没错 我们来事儿来找管事儿的 对不对 总裁管什么事儿啊 把你们董事长叫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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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主管这个公司 所有的业务以及管理 你骗谁呢 他我们傻呀 这公司是你的吗 你能说了算吗 赶紧把董事长叫过来 谁不知道董事长比 行政组大呀 叫你们董事长来 赶紧的 对不对 别站着老板素揽屎 赶紧的 让你们谁说了算 谁来 赶紧的 还不走啊 我们俩人家干啥呀 还两个玩屎 我们下咖啡屋 对啊 对啊 你管不着在这儿跟你瞎摆 我说什么 干啥呀 出去吧 啊 妹子 可以啊 够犀利 可我们怎么 之前没见过你 没见过我就对了 上头就是怕你们办事不力 特意把我派过来的 我怎么没听说又派远了 也忽然派点了 这要不是我来了 你们还跟着CEO在这儿印号呢 人家给咱们一人两千块钱 可不是让咱们在这儿耽误时间呢 两千 就 姓孙的 哎 你娘就是个孙子 两千块钱多百块钱 十二千 妈的到我手才四百 你咋都要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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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耍了 别耍了 我们被骗了 哎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人 你是干嘛的 才反应过来 晚了都录下来了 你们这根本就不是受害者维权 分明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对正当企业的非法侵害 我问你们 你们今天的活动 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了吗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章第五十五条规定 煽动策划非法集会 示威游行不停劝阻的 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怎么样 想不想蹲几天大牢 再吃几天免费的牢饭啊 这公司是你的吗 你能说了算吗 赶紧把董事长叫过来 谁不知道董事长是西欧娜的 将军董事长来 赶紧的 是 对不对 那个女的谁知道突然来 咱们也不知道 反正事情继续就是这样的 谁也没想到 她们使了一个反见剂啊 就这么点事 找个难怪的地方 洗洗睡吧 叶总 叶总 别走啊 别走 叶总 叶总 我们剩下那钱呢 周妍 你吃点东西吧 不用了 你真的不用这么自责 也不用这么发愁 我说过了 我不要什么名分 更不用你对我负责 但是你不能这么虐待 自己的身体啊 这件事从一开始都是我不对 是我太自私了 我知道你故意不去 连这些都是我资源的 你有工作 有事业 有你的朋友 还有你爱的人 你去陪他们吧 我这儿不需要你了 你去管哪个 Critic 你就窐dig我了 太好了 我是很多学会老 intel 走啊 霉菲 砰 거를 好 uel green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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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的妈呀 你给我把你家的群人认识 是 别笑了 老黄呢 老黄 老黄 李总 你找我 谁让你们发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余总啊 他这招叫做以毒攻毒 我们都觉得太厉害了 他人在哪儿了 办公室啊 怎么了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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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少是疯啊 刚刚好不容易把那些人赶走 你要发这种帖子 你是觉得现在的处境还不够糟对吧 有话好好说 嚷嚷什么呀 坐 行 那你说 那些帖子是不是你让人发出去的 是啊 给我个理由 唐辉 你冷静一点 余蓬月 这件事情你最好一无一失地说清楚 正好你们俩都来了 省着我分头解释 怪累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针对咱们网络的恶性攻击 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 且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动用了很多社会资源 这点你们可以肯定吗 其次 咱们的对手 特别善用抹黑的方式来攻击我们 甚至动用一环扣一环的手段 来划解我们的层层危机 尤其是在网络上 他们雇佣的水军 是相当有经验和规模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老大 面对这样的敌人 如果我们还用一般的方法 来去解决问题的话 那么只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毫无怀手之力 所以你就用这种网络 让我们死得更快一点 不 不是死得更快 而是根本就不会死 不但不会死 反而会借助他们的力量 绝处逢生 更上一层 让他们为咱们北漂防客网 白白地做一次广告 你怎么确信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 即使成功的话 你觉得网上有这些帖子会很好对吧 我也没有十足地把握说一定能够成功 但是你曾经说过 凡事都有风险 总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去放弃尝试吧 你又是在拿公司的名誉赌博 唐飞 我 老大 我实在读 可是你看看 公司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不读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放心 从我把咱们编的故事 推出去那一刻起 整个世界 就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你以为这些故事 是我随便编的吗 错了 我是有计划的 每隔一段期间 我就会放出一批全新的故事 这些故事看似夸大可笑 但实际呢 暗藏玄机 对方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自己也会变故事 反而会动用他们的力量 把我们的故事 推到各个地方 等他们发现其中傲昧的时候 对不起 已经完了 这将是一场全民的网络狂欢 吸引无数的网民参与其中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用官方的口吻调侃一下 告诉他们所谓的真相 于是后 一切之遗迎刃而见 而我们又白白地获得了一次 免费推广的机会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看 你是疯了 白头飞 小语 先 这个世界上需要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已经知足了 瞧您说的 不接谁电话也不能不接您的电话呀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哄老头子开心了 知老 您找我是什么事 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想问你一句 那件事你决定好了没有 不好意思啊 诚老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想 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你有信心 什么时候想好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